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继续讲《能严经》 这个《能严经》确实我们可能不学就不知道 学了以后大家应该知道它的甚深意义 其实不管是经典还是论典光是我们看一遍 可能没办法学得很究竟 要么你很好地去讲一遍或者你自己很好地去听一遍 思维其中的意义的话那个时候才能明白 有些人经常说我看过《金刚经》 我看过《妙花莲花经》 我看过《微魔积经》或者我看过《能严经》 当然看是很好的 随习功德 但是我担心光看一遍 看小说一遍 看小说一遍恐怕其中的深水之意无法融入于心 这个还是产生怀疑的所以我们以后其实要学的话 应该是学得比较踏实深入地学习 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经典和论典当中 有特别微妙的意义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我都有时候想其实我们的经典和论典当中 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只不过是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没有遇到全部都学吧如果全部都学的话 确实是隐藏在《藏经》楼的很多经论 如果我们有机会一个一个地学的话 那确实是可能非常奇妙 特别有意思 但是短暂的人生当中可能没办法吧 我们只有部分地去学 如果真的佛的智慧一一地学的话 那确实收获非浅了 最近我们也看到《能言经》的话 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比喻 每一个道理分析的时候 佛陀的智慧是真的妙不可言 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是怎么这样回答 这个比喻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但是用佛陀的智慧来描述的时候是非常生傲的 这个意义大家也是应该清楚的 我们今天继续讲《如来藏》 因为昨天前面虚空的比喻很重要的 虚空并不是任何形象 但是它也不排斥任何形象 依靠因缘具足的时候 虚空当中光明 黑暗什么都显现的 真正虚空的本体什么都不是 同样的道理 《如来藏》实际上是什么都不是 也什么都是 也是远离了是和非 也远离了非事和非非 这么一个意义 确实是有点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吧 为什么我们说是波罗普罗弥多斯最后达到了 不可思议究竟的境界的原因呢 也是这样的 今天讲《如来藏本妙远行》 圆满光明的智慧 它是什么样呢 下面它就讲 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讲 它都不是世间 我们世间当中 包括四大也好 六处也好 十二处 六如十二处 十八戒等等 乌云等等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如来藏心》 这些都可以说不是 那么后面说是 这些都是 如果我们是和非 在世间当中完全是相味的 那怎么会在一个本体上出现这两个呢 其实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下面就可以讲 我们《如来藏心》非心非空 非地非水 非风非火 它这里讲七大 它那个非心的时候 心里面包括见和施 所以《如来藏》不是见 也不是施 还有不是虚空 不是大地 不是水 不是风 不是火 也就是说 七大不是如来藏 那么这些实际上是 从凡夫法的角度来讲的 地水火风这些境界都是 凡夫人理解的层面 所以《如来藏》并不是非 也可以说非凡夫法 首先是七大 不是七大 然后它这里十二处 十二处 这个《如来藏心》非言 非耳鼻舍生意 非舍 非生相为处法 这样的话 《如来藏》其实不是六根 也不是六成 这样的话 十二处也不是 然后《如来藏》 非言诗戒 如是乃至非一诗戒 从非言诗到 非二诗 鼻诗 色诗 生诗 意诗 一直到 乃至一诗戒之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六根六经 六诗 加起来可以说是十八戒 整个十八戒不是《如来藏》 那么这以上非世间法 这个《如来藏》不是世间法 然后下面讲非圆诀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来藏》是非名无名 无名净 如是乃至非老非死 非老死净 这个之间圆诀 因为《如来藏》 其实名也不是 无名也不是 然后从损失缘起和 历失缘起来观察的话 十二缘起一般来讲 从无名到老死 或者无名净到老死净 这个之间十二缘起 可以说是 损失的流转 或者幻灭的方式来进行观修的话 圆诀依靠这种法而成佛的 但是《如来藏》 并不是十二缘起的 圆诀的法 因为它本体当中是没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层 把《如来藏》面前 所有的 乃至四法 乃至一切智智之间的这些法 都要明灭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 《非声闻法》 如来藏是非声闻法 怎么讲呢 非苦 非极 非灭 非道 非知 非德 这个之间 如来藏从四地当中的 不是苦 不是极地 不是灭地 不是道地 乃至智慧和德都不是 这个应该讲 非声闻法 接下来讲《如来藏》 实际上是非菩萨法 不是菩萨法 菩萨法从六波罗蜜多 或者十波罗蜜多的角度来讲的 那《如来藏》是什么样呢 非贪业 讲不是布施度 然后非喜乐 不施持戒度 非毗力业 持戒安忍 非禅体 禅体是精进 然后非禅业 禅定 非波那诺 这个是智慧度 然后非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是道彼岸 它这里前面是智度 或者后面是智度 它后面真正的无二 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 这一些是菩萨法 菩萨是依靠六波罗蜜多而现前觉悟的 但是在《如来藏》当中 这些六波罗蜜多或者七波罗蜜多的法了不可得 下面讲非佛法 不是佛的法 那么如是乃至非大塔阿杰 非阿罗河三叶三波非大涅槃 那么《如来藏》我们所谓的从六波罗蜜多一直到最后 会非大塔合戒 好像如来善师 如来的意思 阿罗河 如来正顿大阿罗汉 阿罗汉的意思 三叶三叶三叶正顿正觉 或者正辩知 也就是说 如来藏并不是所谓的如来 也并不是所谓的阿罗汉 应供正顿觉 然后也不是正顿觉 一直佛陀的十种名号 一个一个去观察 最后佛陀实现大涅槃的境界 大果位 也不是真正的如来藏 之后非诚非乐 非我非净 尝了我净吧 也就是说 最究竟乃至佛的过法 实际上也不是尝的 也不是乐的 也不是我 也不是净 这样一来 如来藏师佛陀法也不成名 十一句 非诗畜诗过 那么这些诗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不是世间和初世间的缘故 非诗和初诗 也就是说 因为下面也会讲的 它这里实际上是 诗和初诗都可以远离的 初诗远离的道理 这里诗和初诗有两方面的 一个是世在凡夫界当中 世间的这些法不能成立的 出世的 从声闻阿罗汉到菩萨和佛之间 出世的这些境界的法也不存在的 在真正如来藏的本界当中 其实是这些都了不可的 昨天我们讲虚空当中 虽然呈现各种各样的法 但是不管是光明也好 黑暗也好 或者澄清也好 水的倒影也好 这些是不是虚空呢 不是虚空 应该显现是可以显现 但是这些显现实际上也并不是它 也并不是它 所以我们以前好多事情 大 小 这些的手展和龙锁 我们可能有点 不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现在有了芯片 科技 包括有一些电脑 这些的时候应该对这些不可思议的法 我们又会有一点明白吧 比如说按照电脑上的 各种不同的程序 多少多少集的东西 也可以变成很小很小的东西 而且这些很快的时间当中 也可以效益法界当中 也可以显现出来 只要是因缘具足的话 都可以显现 又可以隐没 在我们操作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现在的科技当中 有好多类似的 一般的凡夫人难以想象的东西 这些可以依靠我们的一个 世间的技术来可以操作 所以很多现在正在运用的 这些人运用的技术 我觉得这些不可思议的道理 也是应该明白 比如说有些人会用 但是不知道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也是妙不可得的 我有时候想 一个很小很小的油盘里面 装那么多东西 然后这种因缘很不可思议的 你装到电脑上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显现 然后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当中 通过无限的方式来 让它打开的话也可以 或者我们现在的这种饮品 食品也好 好多好多的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 这个法度可以显现 昨天不是讲东南西北的地水火风 谁有因缘的话 谁都可以显现 如果没有因缘的话 这些也不能显现的 包括如来藏也好 很多东西 平时我们觉得有点矛盾 有点不可能的事情 但实际上在我们 应该说是见闻觉知的名言当中 很多都是 虽然我们道理上讲的话 我们也讲不出来 包括有时候比较精通电脑的这些人 让他讲的话 不会讲 但是让他操作的话 他就很快当中 比如说画个立体的图 我那天让我们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员弄 然后一个寺院 他的围墙 他操作的时候 很快的时间当中 完全可以呈现 但是让他讲的话 这个道理为什么它是立体的 为什么不是平面图的 这样他可能 反正这个地方按的话 他会显现这样的 他就已经熟悉了 除此之外 可能让他 为什么在我们眼神面前 真正出现一个立体的话 这个道理也不一定讲得出来 有时候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些道理 比如说我们禅宗当中经常也讲 不立一法 不舍一法 在真正的境界当中 不要建立任何一个法 但是也不需要设一个法 破和离全部都要破 但是破的过程当中 它妙不可言的 有一种境界也不用破 所以有时候我想 比如说藏传佛教 实际上教派比较多 但教派比较多的话 也可能会有一个好处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每一个教派 可能对佛陀的宗典 有观点的有些宗典 他就可以着重地解释 比如说 像绝狼派对如来藏的妙用 他们就注视得比较多一点 包括学十论金刚 宝行轮也好 他们很多注视 在这方面比较重视 然后像噶当格鲁派 它主要是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以理分析 这方面比较厉害的 还有像撒迦派 在修行方面 它们比较重 当然这个每个都有一些 经啊 论啊 续部啊 就这样的 像尼玛派对心的光明和空性 就是无为一体的 这个方面有很多续部的依据 包括有些显宗的依据 解释得很好的 所以说我们本身佛陀的思想 毫如厌害嘛 人家各种不同的话 如果这些大德们 他就完全能 通达佛陀的密意的话 从不同的侧面 可以进入他的最深奥的地方 当然如果这些信任 没有通达如来真正智慧的本来面目 而表面上你和我来开始争斗的话 那可能除了造业以外 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可以说 即使如来藏 刚才全部不是 不是 不是 这样一直讲 下面是是是 看起来都是很矛盾的 麦彭仁波及《丁戒报道》里面也说 看起来是矛盾的 但实际上不相伪的 而且它有更甚深的意思 包括我们观自己的心 也是这样的 这个还是很容易的 我们观自己的心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确确实是连一个微程序都是找不到 但是从光明的角度来讲 还是有一种明明清净的 这两者用云言来说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 从理论来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吧 万法的本性也是 不空的法也没有 但是空的法也是得不到 所以说 从佛教有一些妙不可言的 非常精准的 锐利的观察吧 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能接受 这并不是让你信仰来接受 而且这个是用智慧来接受 那刚才讲 如来藏刚才前面讲的 从地水火风开始到乃至佛国之间 什么都不是已经讲了 然后下面说 即如来藏 愿明行妙 即行即空 即地 即水 即风即火 如果是世间人的话 这个完全是错的 你看前面说 不是不是这些 现在说 如来藏是自己的心 因为这个箭和石都是在里面 石这个虚空 石大地 石水 石风 石火 其他都是 然后即言即耳 彼舍生矣 即舍即身相为处法 即焰时解 如是乃至即焰时解 那这样的话 刚才讲 我们说凡夫的这些法 如来藏是都是 因为在名言当中 确实是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可以显现这些 我们每个众生的业感面前 业意成熟的时候 显现这些 这些应该是 全部都是 从缘觉法来讲 即明无明 明不明尽 时乃至 即老即死 即老死尽 这一声说 圆觉法 施圆觉法 在名言当中 这些确实是 圆觉依靠这样的法 最后获得觉悟的 然后声闻法 几苦几几 几灭几道 几智几德 这个声闻法 在名言当中也都是 然后下面讲菩萨法 即赞那 即施那 即毕丽耶 即禅体 即禅业 即波那如 即波罗弥多 这个是菩萨法 然后佛陀法 如是乃至 即大踏恶施 刚才如来的意思 即阿罗河 即三叶三菩提 即大涅槃 即常即乐 即我即尽 是聚以即尽 出尽骨 这些实际上即是世间的 从凡夫道 出世间的 乃至佛国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法应该是尽的 尽这些的 所以前面说全部都不无尽 现在说全部都尽 这个好像《大宝积经》里面 职人不见相 也不见无相 职者他不见相 但是也不是不见无相 就这个道理 所以有时候 舍即是空 空即是识 这个意思很多都不明白 其实你真正去观察 这个很容易明白的 这个是刚才 如来藏全部都不尽 总而言之这样的 如来藏全部法都尽 那尽和不尽会不会矛盾呢 他下面说 这两个不矛盾 怎么不矛盾呢 即如来藏 妙明行妙 我刚才说的是 妙妙心妙 在前面 如来藏是本妙 妙心 所以可能原来的梵文当中不一定有 我看藏文基本上是本来的光明行 大概这样翻译的 所以他可能为了这个文字的不重复 还好听吧 把妙 姻 缘 这些都是一直换来换去 让我们都晕了 到底是妙明还是明妙 优妙 greu还是 greu明 敏觉 就这几个换得还是特很多 明觉 妙觉 妙明 民妙 然后绝妙 反正是绝妙等等 其实一个意思 就是指的妙心如来藏 本来如来藏的 光明无别的心 他离极离非 施极非极 这句话还是比较特殊 意思就是说 光明如来藏 实际上他离开了极 刚才不是说 后面全部是极吗 全部是施 同时又离开了非 前面的施和非 两者都已经破完了 这就是破了 世间和出世间法的 这离极离非的话 实际上真正的意义上 世间和出世间的法 未曾需也是得不到的 这个是真正的本性当中 世相当中 那是施也是得不到的 非也得不到的 这两个我们经常学中观的时候 远离四遍八夕 不来不去 不长不短 不依不依等等 这样的观察 或者远离有 物 非有 非物 就这样四个遍的 所以他这里真正的本体上来讲 他破了世间和出世间 也就是说 极和非破完了 然后在现现当中 或者暂时有必要的时候 施极 非极 也就是说 建立了世间和出世间法 刚才如来藏的话 施极 刚才从地水火风到乃至佛之间 全部是施 如来藏全部是施 然后非极 下面讲 如来藏不施 就这样的 在世间当中 他可以建立了这么一个概念 这么一个施极和施极和施极 这样的一个道理 下面 如何世间善有众生 即出世间身为缘觉 以所知心侧度如来无上菩提 用识语言如佛正知见 他下面 这是一个疑问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用世间善有轮回当中的 这些众生也好 或者是出世间的声闻 缘觉 他们怎么知道 他们的心来怎么揣度 或者是怎么知道如来无上菩提 或者说我们这些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来 怎么用世间的语言来 入于如来的妙知呢 他这里一个是思维 思维的话 我们怎么样进入如来的思想 然后从语言 怎么样表达如来最究竟的不可思议 实际上真正的意义上 如来的这种思维也是不可思议 这张书里面 只可以制止 不可以实施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用智慧来可以知道的 但是不可以用意识来揣测 意思是 其实真正的世间也好 出世间的这些行者 对如来的无上菩提妙知可能用语言来说的话 也不一定说得很清楚 用心来揣度或者衡量去分别的话 也不一定 但下面他这里有这么一个比喻来说明 譬如 琴舍 空虎琵琶 谁有妙因 若无妙知 终不能发 他这是一个比喻 比如说世间的乐器 琴舍也好 空虎也好 琵琶也好 藏文当中把这些琵琶有七个玄的 二十五个玄的 十四个玄的 它琵琶的一个不同种类 根据它的宣显不同来 所以取名为不同的琴 空虎 这样的 我们前面这个空虎琴和琵琶也是在佛经当中介绍过 是这部经还是其他的经当中 我在这里不说 这些乐器虽然有妙因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妙知 妙知的话种不了 妙知人的知头很重要的 我们一般吹笛子 有些人的知还是很不错的 有些人怎么样也是不太好吹 我们以前天天拿一个 这样的 这个如果不是妙知的话 就叹不出来 现在琵琶也是这样的 有些都是 好像根本摸一摸 摸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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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一直想法出来 但是一直是还没有学好 就是妙知有点问题 以后这个茶也不要放太多了 晚上喝龙茶就睡不着 晚上喝龙茶就睡不着 要不你那个水给我调一点 给我借一点也可以 倒在那里 好 加一点 再加一点 是这样的 你和众生也是这样的 什么这样的呢 他这里说是 宝觉真心 各个圆满 也就是像珍宝一般的 觉悟的真心 如来藏的话 每一个众生都是 完整无缺的 圆圆满满的都存在 如我安置海影发光 但是如果没有佛陀的加持 或者上师的指点 可能没有办法 把决心的光芒发出来 如果有我 佛陀说 如果有我安置 佛陀了意的经典里面 或者续部当中的妙知 来进行安置的话 那海影发光 海影是《华严经》当中 经常有海影三枚钉 也就是说 如海一般发生的三枚钉 意思是真正撩到 如来藏本来的面目的这么一个禅钉 海影的光就可以发出来 如果像佛陀那样来进行指点 给我们做开示的话 确实是如来藏本来具有的 圆满满满真心的海影之光 可以发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陀 但是真正具有证物的 不是光是 依靠一个书本来 给大家造本全口的 这是真正有一些经验的 真正有一些修证的上师 就是用他的妙知 来给我们进行指点的话 我们这个海影光芒 很有可能发出来 这个是 如占据心趁劳献起 不过佛陀说 很可惜的是什么呢 佛罗那 你的心 暂时已经起了分别念 因为你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 而且你心刹那 出现了一种分别念 有了分别念以后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性 这样以后趁劳献起 趁外境各种各样的 此起彼伏的现象 然后劳的话 烦恼 痛苦 迷乱 这些就是此起彼伏的现象 很可惜的是 本来如来的妙知来 可以给你稍微止一下 你都开悟了 但是可惜的是 没有认识 其实我们在座的也是一样的吧 我们稍微可能一块上师的教言来 看看自己的心 也许可能真的恍然大悟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忏悔 我们有各种自私的心 还有前世的烦恼 没有禅经 种种原因的话 我们不知道今生能不能开悟 每个人都应该要真诚地祈祷 遣除自己修行道路当中的一些障碍吧 对吧 下面说是 有不勤求 无上绝道 爱念小乘 得少为主 他这里责归 或者像小乘的有些行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修行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这样的请求 无上菩提的正道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爱念小乘 爱念自私自利 其实归根基地就是我这儿 我们为什么依靠佛陀和上师的这些教言 短暂的人生当中不能开悟的话 其实最主要的话 我们没有很好地发菩提心 只贪执自己微不足道的利益 以这样的自私的心 自己觉得已经足够了 有一种满足感 这样一来 我们以前也没有在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以后也是很难解脱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一种满足感吧 哎哟 不解脱就不解脱吧 有吃就可以 有穿就可以 凡是今天过得很快乐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 特别强烈的渴望心 我即生当中一定要想成就 我一定要利益重视 没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愿望吧 很多人都 反正我学一点吧 最主要是我看我自己健康就可以 凡是看我学是学一点吧 但是最根本就像毒蛇一样握着的心 握着的心 那就很可怕的 小乘的心还是有自私 我觉得比小乘的心还要更严重的 就是我们自私自利的心 有了这个以后 对解脱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有些人说 我学佛已经这么多年了 在学院住了那么长时间 现在还没有开悟 为什么呢 但这个根本应该可以反问自己 我每天都是 像有没有前辈的这些大德一样的 全部都自私放弃 一心一意的利众生发菩提心 有没有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 也许可能前世的一种业力 也许即生当中自己不努力 懈怠的原因 确实说起来 我们在这里出家多少多少年 实际上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真正非常虔诚的心 就像世间的一个恋人一样 这样恋恋不忘的一个心 希求解脱的有没有呢 扪心证问 自己也是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 下面佛告诉佛罗娜 现在你看 阿娜一直是看不到的 我那天也是说了 反正阿娜现在不是她的问题了 她就不管了 她可能在外面是什么 然后佛罗娜尊者说 我也如来 宝觉圆明 真妙净心 无耳圆满 其实我跟如来师 应该是从本性当中讲 我珍宝般的觉醒圆明 真心圆明也好 或者真妙净心也好 都是无耳圆满的 我们每个众生也是有这样圆满的觉醒 佛陀也有圆满的觉醒 这个不用说了 佛罗娜尊者也是有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学习的 所有的人都有 但是 而我细造无始妄想 酒在轮回 尽得甚成 尤为究竟 然后现在 佛罗娜尊者自己开始检讨了 她说 虽然我有这么好的资源 就是这种圆满的觉醒 但是我曾经遭受到 无始以来妄想的供迹及细迹 以这个原因 一直千百万劫当中 存在轮回当中 一直漂泊 而如今 依靠佛陀和善知识的恩德 遇到了这个圆成 已经得到了圆成 但是确实还没有究竟 藏文当中说的 还很遥远 虽然得到了圆成 受伤的成 可能指的是大成 但是还是要到达究竟的话 遥不可及 特别遥远 然后佛罗娜尊者说 世尊诸王一切圆满都妙正成 其实这个世尊 如果把所有的妄想 刚才前面是因为妄想到来的嘛 一切圆满想得到的是什么呢 唯一的真心 佛罗娜尊者想的是很美的 他想把妄想全部灭掉 获得了真正本来的真心 他要想这样 问世尊 感闻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望自闭妙明 受此论理 他说 我想 莫昧地问如来佛陀 你不要生气 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问的问题是好长时间都憋在心里面 今天是个机会 所以我要问问题 我现在是因为跟佛陀不同的就是这个妄想作怪 我很想把这个妄想灭掉 真正地认识自己的本性 但是我今天要想问的一切众生的妄想 有什么因缘呢 妄想自己来遮蔽我们妙明的心 他要问那个妄想 然后这样一来 无始以来是成立在轮回当中 这是什么呢 所以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无名是从哪里来的 妄想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都是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么回答的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佛陀娜尊者问如来一切众生都是何因有这个妄想 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因呢 有这样的妄想呢 遮蔽我们如来藏的真心面目 而众生一直不断地成立在轮回当中 这个是为什么这样的问 好像有些诸事当中说是 我们前面也是问山河大地 既然众生有如来藏 为什么显现山河大地 这是主要讲一念无名的原因 在这里问的是什么呢 无名到底是什么呀 无名的因 前面是为什么起迷乱的因 当时佛陀说这是无名的 我们在这里问的是什么呢 那你说无名的因是什么 第一个无名是从哪里来的 无名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很多人的问题 包括我们前两天也是有些人问这个问题 然后佛高 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记住 有时候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佛高 佛罗那尊者 虽如一处 欲火未尽 然后虽然你跟其他的弟子不同 你的怀疑应该大大的减少了 遣除了 但是有些欲火 剩下的障碍 包括烦恼障和所知障 还没有灭尽 它一定会有一定的障碍 问题都可以看得出来 不要说佛陀 我们有时候看得出来 佛罗那尊者 虽然他讲法很厉害的 我以世间现前诸实 今佛温柔 然后佛陀说 我用一般非常普普通通的 世间当中大家众所住之的一个事情来 反而先问你 一般来讲 问问题的时候 先一个范文还是很重要的 我都有时候学校里面去的时候 自己反而给他问一下 他答不出来的时候 我就把他的答案想出来了 这样也是有时候有必要的 然后佛陀 我用世间的一个问题来问你 如其不闻 世罗称众 颜若大多 后与争草已尽照面 他说 你最近难道没有听到吗 可能这个事情是当时的一个新闻 他设为称 有一个人叫做颜若大多 这是一个人名 最近不是我们这个城市当中 大家驾驭呼啸地有一个新闻 就不是有一个人 这个人他后来早上的时候起来照镜子 可能特别爱照镜子的一个人 是男的女都不知道 印度人一般四个名字 我们藏族人也是经常有四个名字 比如说 我的名字叫做所郎大吉 但是后来很多人就把它建成了 中间的词就不知道谁吃了 他这个叫 颜若大多 有点像我的名字 也不像大吉大多 几大多 几大多 谢谢 有些学校的老师介绍的是 几大多 说几大 他就说 他后来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可能迷迷糊糊地 开始照镜子 然后爱尽中途 眉目可见 然后平时他特别爱照镜子 照镜子的时候 不知道以前好像印度的镜子都是有种像铜镜 不是我们现在的镜子 那么地清楚 但是这个镜子里面包括他的面目 可惜 清晰可见的 就经常见得到的 但当天不知道 也许可能早上迷迷糊糊的 眼睛都没有睁开 他自己去照镜子去了 然后乘者即途 不见面目 意味耻眉 无装狂奏 然后他这里乘者 乘者的话 可能藏文当中都是乘者 没有自己翻译 他直接说他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没有头 没有面目 然后就照镜子了 认为这是妖怪所扰乱 然后无缘无故地害怕 心狂乱跑走了 在有些周识当中 他把他乘者解脱的话 他就不满意自己的头 他照镜子的时候 不知道他愿意没有讲 但是也许他真的是镜子里面 有一种妖魔鬼怪来打扰 没有出现自己的面目 也许他自己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出门的时候 有点走路都有 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也许可能他的一种迷乱 或者一种现象 凡是他自己看花眼了 还是种树了 还是什么样的 也不太清楚 凡是他没有见到自己的面目 自己是没有头的 他就很害怕了 肯定着魔了 无装狂奏 无缘无故地心发狂了 发疯了 然后跑了 其实这个照镜子 他自己导致的 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理由 云和此人何因无故狂奏 佛陀问 你是安娜诺 你是弗罗娜 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人没有什么原因 这样狂奏了 是吧 然后有没有什么因缘 这个人为什么狂奏了 然后弗罗娜尊在说是 世人心狂 耕舞踏骨 因为这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他自己发疯了 发疯了呗 还有什么事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因 他自己照个镜子 莫名其妙地跑了 佛陀问 那这个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心发疯了 除此之外没啥 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并不是有一个人看了他的头 也并不是有一个真正的魔术师来把他的头遮蔽了 也不是什么 他可能自己看了 看的过程当中没有清楚 这个没有说 凡是这个人自己发疯了 就走了 没有什么 其实这个比喻大家要记住 以后有人问 那我们无名的因是什么呢 无名也没有什么 就是无名 就这样 就这个比喻和这个故事讲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佛言 佛陀下面跟他讲了 妙觉名缘 本缘名缘 我经常讲 把这个缘 缘 本这些缓来缓去的话 很有意思的 这个如来藏光明星本来都是这样圆满的 光明的 那么既成为网 云和有因 那么这个如来藏怎么会有一个妄想的因啊 怎么会有因 没有什么因 成为妄想的话 刚才不是说 我们本来是清净的 但是因为妄想的原因漂泊在轮回当中 但这个妄想 它怎么会有因呢 没有因的 若有所因 云和名望 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 如果有人问 那无名的因是什么呢 你说是没有因 若有所因 云和名望 如果有因的话 这个因肯定是真实的东西 那真实的东西怎么会叫妄呢 因为真实的东西产生真实的法 那这不叫妄吧 所以为什么叫妄想妄想呢 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因 所以叫妄 刚才那个人自己发疯了 发疯了就做的话 他没有什么真正的缘 他自己发疯了是吧 自己发疯了还有什么因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大家还是要好好记住 自主妄想 辗转相应 从密及密 以利成戒 所以我们众生其实这样无缘无故的 一念妄想就起了 起了以后浅浅为因 后恶为果 一直辗转不停地作为因 然后从密及密 迷乱的因当中 没有什么因 这个迷乱的因当中又产生迷乱 又产生迷乱 它不断地辗转 积累这样迷乱的因 那么这样一来 以利成戒一直历历地成熟的戒当中 成立在轮回当中 今天我们这堂课 我想很多人应该比较明白了吧 我们以前讲 无名是什么时候来的 但无名没有什么来的 我们对一个人发疯了 我们说发疯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自己照镜子 照错了 然后我们为什么是飘在轮回当中 我们每个人当时也是可能像照镜子一样的 其实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发疯 奔波或者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比较纠结的 所以《能源经》当中确实也是很重要的 我看到《不推转经》当中说 显见于无名 不仅不能生 显见无名的时候不能产生的 毕竟不能生 犹如水中因 始终无所有 犹如水中因 始终无所有 他这里讲 如果显见对于无名来讲 他从来都是没有产生过 没有产生过 就像是水中的因子 始终都是没有过 我们看看水中有一个因子 这个因子显现的话 这个水中的因子的因在哪里呢 其实本身水中的因 它没有尸体 没有尸体的话 它的因怎么能找到呢 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众生无名的因 它是无所应 如果有因的话 刚才前面经的 若有所应 云和灭亡 这个大家记住 如果有些人问问的话 《能言经》中说 若有所应 云和灭亡 不用回答了 他有智慧的人就可以了 你应该这样回答 所以我们众生一直成立在轮回当中 在成熟杀劫当中受苦这个原因 虽佛发明又不能犯 若是秘因 因秘自有 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 虽然在不同的经典当中 给我们明明白白的宣讲过 可是我们众生因为迷乱的因 很严重的原因 一直不能回家 一直不能反悔 比如说刚才那个人 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脱 然后就发疯了 变成一个乞丐疯子 然后别人给他讲 你还是好好回去过生活吧 你不用害怕 你没有这个因 但是这个人因为他发疯的当时可能因缘比较特殊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回到他原来正常的人一样 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的 佛陀虽然给我们讲了 三知识也是给讲了 但是自己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气 很难返回去 如是秘因 因秘自有 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迷乱的虚妄因的原因 因为这个隐秘 它自己当下都是有的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他 就像当下就没有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习气比较坚固 也很难 所以实密无因 枉无所依 实际上我们迷乱意识的因 它是没有的 那妄想更是无有依靠的 如果真正去观察 就像刚才的原因一样 我们迷乱的因 它是没有因缘的 没有因缘的话 产生的果 妄想也是不可能的 上无有生 云和未灭 如果迷乱的因 无名的因是连产生都没有 尚且没有产生过 那你想怎么会是有一个灭呢 生和灭其实是了不可得的 最终的云一样 不生不灭的 可是众生面前无奇地存在 所以这样一种虚幻的因果 有时候是很可笑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了断这样的生死之亡之前 也需要努力地吸收三知识的甘露窍诀 就讲到这里